在昨天下午有多家媒体报道称中国国产的隐身无人作战攻击机在这个成都首飞成功 那中国就有可能成为世界上少数拥有隐形无人攻击机的国家 据媒体报道 11月21号下午网络上出现了国产隐身无人作战攻击机的首飞照片 目击者称该机于21号下午13点左右进行了首飞 整次首飞历时近20分钟 据报道 历舰无人作战攻击机由中航工业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设计 中航工业宏都公司制造 是中国研制的新一代隐身无人机 它采用了全隐身设计 隐身性能好具备较强的特防能力 特别是其无尾飞翼加机背近期道设计 更是无人隐身机的标志性设计 飞翼式布局能够较好的兼顾隐身航程载客等多方面性能 除了历舰以外 世界传统航空强国都在发展自己的无人作战飞机 美国的X47B 法国主导的神经元 英国的雷神 都已经完成了首飞并进行的测试 历舰的首飞 意味着中国已经实现了从无人机向无人作战飞机的跨越 其重大意义 无亚于歼20等新型第四代战机的是非 我们注意到关于这个力舰引身无人作战攻击机的这个消息呢 它主要的消息源就是来自网上的几张照片 那么这个消息是否是真的呢 我们来听一下本台特别评论员国防大学教授孟祥青的观点 这个消息我看在网上已经铺天盖地了 我记得是今年5月6号啊 就是关于力舰的这个消息 在网上也有 说是跟这个图片差不多 但是5月6号那次实验呢 网上报道说是 那次做了在跑道上滑行的实验 但是还没有飞 所以那个时候我看网上都在猜测 说是看来离这个首飞时间已经不远了 那么今天这个报道呢 网上也有很多图片 包括也有很多消息 但是呢我想强调就是 这个消息现在还没有被官方正式的来证实 所以我想类似这样的消息 我们最终还是要以国防部发言人 这个正式的发言为准